大家好,土工越败坏,故事越精彩 真理是苏小河批评书 伟大光荣正确的No Shoes的习主席 几个小时,七个小时之前 刚刚开了一个流鼻哄哄的会议 叫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开会,要动态清零,进态管控 要绝不收兵,要进行到底 是不是,说的挺好的 然后中国的老百姓又哭晕在厕所 所有人都在那里猜,习主席图什么 为什么欺负我们老百姓呢 没法活下去吧 哎呦,我看到以后我也心里挖凉挖凉的 习主席这么一点点同情心都没有 那么多老百姓呢 我刚才看了一个视频 新疆的一个党委书记在对老百姓说话 说的是一套一套的 说的是一套一套的 结果现成的老百姓听不下去了 说习主席你说这些没用 我们家里没饭吃了 我几个月不上班 家里一分钱都没有 我要饿死了 我求求你老人家不要欺负我们 让我们出去干活 让我们有饭吃行吧 结果习主席拿着一个话筒在那里说 说说没说完 咸嘎嘎的走了 老百姓真没得火路了 怎么办呢 但是习主现在开会 外方输入内方反弹 总策略 坚持贯彻 坚定不移贯彻 东台清零总方证 是不是 这个我们做过啊 真是老百姓可怜 结果没想到七个小时之后 国务院搞了一票大的 挺有意思的啊 国务院搞了一票大的 国务院卫健委发布了重磅的这个政策指令啊 绝对的是啊 有有有九点跟大家念一念啊 有些人可能没看见 这个密捷 7加3管理措施调整为5加3啊 第二不再判定密捷的密捷 就是以后就没什么密捷这个词了啊 第三高风险区万亿人员7天集中隔离时间 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 只有7天最长7天 第四取消中风险 调整为高低两类 第五纠正一天两检等不科学的做法 不要折腾老百姓的啊 第六取消入境航班熔断机制 飞机就可以飞了呗 飞进来了呗 入境人员第七啊 7加3改为5加3 第八严禁随意静默 随意封空 长时间不解封 第九逐一排查 长时间不展开 限一下教学 等突出的问题 学校的事情 你看这个东西基本上就等于是给细胞子打脸了呗 我再说一遍啊 昨天习主席开会是怎么说的 就外防什么什么 外防输入啊 内防反弹 是不是 你都把这个飞机的熔断机制这个东西都取消了 你说 你说你怎么个外防输入啊 你都不静态管控了 要科学管控了啊 不搞动态清理 那怎么一个叫内防反弹呢 你这不是跟习主席过不去吗 是不是 这也太不像话了 真的是 几个意思呢 是不是很多人都搞不懂 这时候海外的媒体都在报道 念自由亚洲电台也说了 说中国确诊人数已经好几万了 但是国务院这个时候就放松疫情管制 公开的跟习主席唱对台戏 挺有意思的 这是刚刚发生没多久的事 你几个意思呢 你看不懂吧 然后我也看不懂 我就问了北京那些赛老爷们 他们跟我这么讲的 他说现在习主席 弄秀斯弄得太狠了 他说每次开党代会的新老班子 就常委会 中央委员 这个常委会这个班子 接班的话 都是人员有交叉的 也就是新的班子 一定有旧班子里的人 尤其是国务院里面 不可能有那么多副总理 有总理 有常务副总理 还有那么多副总理 还有国务委员 说你这个东西 尤其是有总理和副总理 肯定是要进入下一届的 这个什么常委会的 有那么几个人的 这就确保什么呢 就是你现任的新的常委会 里面还是有国务院的人 现在没有了 是不是 七个六个 一个狗布尼包子 加上六个小矮人 没有一个是国务院的人 所以现在国务院做事情 他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就豁出去了 李克强就豁出去了 为什么呢 他有个逻辑的 就是因为我国务院的总理 常务副总理和这个 所有的副总理 包括国务委员 没有一个是你新常委的人 就一个人是王毅 王毅等于是进了政治局 以前不是政治局的人 以前是国务委员 他也不是常委 他也不是六个小矮人之一 他就是接到杨洁篪那个位置 他也没什么暖用 因为他不是小矮人 他不是小太监 他还够不上那个级别 这个时候你就意味着 国务院做的任何事情 不用再给这个新的常委会 汇报 也就是不用给这个 西包子和那个六个小矮人汇报 我这边我做了 我就做了 是不是 我就只要一定想来 国务院的人 总理开会 常务副总理开会 然后下面讨论一下 几个副总理都同意 那就开始干 就这么简单 根本不会报常委会批准 也不会报这个 根本不会报习主席批准 因为你现在国家主席 你还没当呢 是不是 你要明年呢 对吧 完了以后 你是常委 我也不是常委会的 他是这么一个 他出现了一个严重意义上的 一个政策的制定 各个部门至今的一个断裂带 从来没有过 共产党在这个中南海下水道 盘踞这么多年 这种情况从来没有过 所以你跟他讲 这个人呢 也不是一傻瓜 智商肯定比细胞子也高出很多 所以就抓住这个机会 就是给自己找不着面子 因为他也知道 现在很多老百姓 饿死的饿死 是吧 穷死 穷的穷死 跳楼跳楼死 中国发生惊人的 大面积的人道主义灾难 这个东西以后绝对是上史书的 绝对会以后有人要翻旧账的 绝对以后 很多年以后还会出现一个人出来写经典的著作 像我们的杨吉成老师一样 再写一部新的墓碑 是不是 然后去算账 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到底三年疫情管制中国死了多少人 我告诉你绝对是非常多的人 我是一个小清新的人 我觉得吧 怎么着也就是死个几十万人 是不是 然后后来我问了他们几个人 他说最多也就是几百万人 然后我还是被人批评说我小清新 没见识 习主席你死几百万人 他根本不满意 是吧 挺有意思的 所以这个事情我认为是今天我最大的一个看点 就是李克强不管不顾的 再次拍死的细胞子的所谓的清零政策 拍死他的所谓的外方输入内方 这个什么什么的清零政策 升级的清零政策 这是个很大的戏 说明李克强已经完全不管不顾了 不把细胞子放在眼里 细胞子也拿着他干灯眼 你要么你把李克强抓起来 把国务院的那帮人韩正什么什么都抓起来 要么你就是干灯眼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谁让你比如说你如果说把胡春华搞到常委里面 留这么一个人 胡春华他是新常委 你常委开会 胡春华开了常委会以后回来跟李克强汇报 李克强一听好啊 你是新的这个总理或者是常务副总理 那我们得给您面子啊 是不是你因为你是我国务院的人呢 所以中南海里面一定有什么南远北远的纷争吗 现在已经到了极点了 哈哈 挺有点意思的啊 说这个细胞子气死了 气的什么呢 气的这个脑袋发歪 就这样子的 就现在已经这样 他站也不会站 他站都是这样子 他脑袋实际上又歪 你看他前几天在军委去去视察 穿着一身迷彩服脑袋还是个歪的 他怎么去歪的呢 是不是我们现在上一次看见歪的 我就看见两个人 一个人是我的朋友是写诗的 他脑袋歪的 因为他有病 他从小就是得了脑部有点瘫痪的 但是治理非常的发达啊 治理非常的发达 他只是看上去有点歪 就这样子 你是不是有点像霍金呢 习主席还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原来那么歪的 他眼睛还鼓的挺大 就歪着个脑袋 所以后来有人就开始考证 说习主席身体肯定有病 绝对有病 然后有人翻出他1997年 写了几个字 说他那个时候脑袋就歪的 为什么脑袋是歪的 说写的字已经歪歪扭扭的 你看他没有 习的字怎么都是歪着头 那就这样 他这个歪头病 看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 病如高盲 有点错字的 真是习主席 我的脑袋歪的 我一看病如高慌的慌 就像病如高盲 我已经念高盲算了 习主席怎么念 我们就怎么念 严谨治学 首唱变革 追求真理 爱国新帮习近平 1997年12月 每一个字都是歪的 你还别说 习近平的习字还是个反体字 整体还是个正体字 还挺有文化 挺好 可是习近平的镜子又是个简体字 也是挺变态的 习主席的歪头病 真的有大事出 如果习近平的歪头病之后 就直接让他去挂了 那中国就好看了 那就军阀混战了 就热闹起来了 是不是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在私底下 都你们觉得我们的皇上 我们的习主席脑袋越来越歪了 是不是 你这歪到一边去 怪不得中国是搞成这样了 原来是习主席的脑袋歪了 中国也就跟着一起脑袋都歪了 中国也就歪了 是不是 反正中南海的事特别多 我觉得也是蛮奇怪的 他怎么是歪了 是不是 我看他彭丽媛并不歪 是不是彭丽媛的某些部位不对称 天天看久了看歪了 那彭丽媛还好 不歪了 真是 然后还有一个新闻 也是发生在中南海老使会的 说胡春华 胡春华这个人 现在是中央委员 是不是 怎么安排 昨天做了一期 有人说他有可能做国家副主席 有可能做人大的副委员长 是这样子的 还有人说他还有习主席给他一个新官 说胡春华干脆去豁出去 就退党了 因为你说国家主席 如果是中央委员的话 应该是不能做的 因为王岐山也是不是中央委员的 做的国家主席 你又是中央委员 你做国家主席 这好像不大对 完了以后 你的中央委员又是叫做什么 全国委员 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的委员长或者政协副主席的话 好像也不行 你必须不是中央委员 除非你是全国人大的第二号人物 就是叫做常务副委员长 你必须是中央委员 而且是政治局委员 说这么一个说法 不是 说现在胡春华自己成立了一个新党 叫正义协党 退出共产党 不要你这个中央委员了 我自己做一个新党 说这个新党是干什么呢 说专门去负责向全国人民宣讲 就搞一个宣讲团 叫习近平思想宣传小组副组长 习近平当组长 他当副组长 习近平肯定不管事儿呗 然后就带着习近平的伟大思想 到处去演讲 人生的最后的时光 就献给习近平搞这么一个事 说习主席听还挺高兴 可以啊 就让你搞个政协党呗 是不是 政协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政协面有很多个党的 有什么3K党 没有了 还有叫什么 这一堆的民间党派 全是花瓶 说胡春华也要成立一个新党 新党就不能做党员 什么93学社 新党 各种党 统一党 组统一党 他现在搞这个政协党 政治协商党 然后习主席给他点经费 然后成立一个习近平思想宣传小组 他去出任常务副组长 请习近平同志亲自兼任组长 然后面向全国老百姓 每一个省不断的熊回演出 搞一队的演员唱歌跳舞的 像中国的老百姓普及这个习主席的伟大的思想 说搞这么一个省 习主席挺高兴 哎呀 估计是调戏胡冲华的话 应该不至于 应该不至于 但是前面两个是真的 你可想再次拍死习近平的清零政策 动态清零改了 叫科学防控 完全就拍死了 是不是 第二个 习近平脑袋肯定是歪的 大家都看得到 我没有再要传扬了 哎呀